所以你剛才講 說柯媽媽 你替柯媽媽講話說 我沒有提他講話 我沒有提他講話 我是傳播他的講話 不是 你說母子連心 這一點我不同意 為什麼母子沒有連心 你媽今天在世的話 你覺得你媽小時候 你在想什麼嗎 母子有的時候真的 我才不想想 我這樣 懷胎九個月 並沒有說了不起 就是說懂得你兒子 你覺得柯媽媽會比林真儀厲害嗎 我完全不同意 柯文哲從小就很聽他媽的話 那是媽寶 媽寶跟母子連心又不一樣 亞斯伯格症的小孩 特別跟媽媽關係 我今天來 我這是請教國醫學專家的 柯文哲講話 真的 天下瞭解柯文哲的 喂 老沈爺 我是第一名 台立書比他媽媽瞭解了 好不好 我終於懂你意思了 不就這一點 母愛我不跟他比的 那第二名是誰 蔡秘魯 所以你看我不是追牛的 你看這個是我在二十七號 這本節目講的 你看我講十五號 一個急症症外科醫生 會在最後五秒 這樣決定 是不是這樣 完全是 然後二十號會有 然後再也只有一組會出來跟大清德對決 百聲一百正確 就遺憾的是國民黨沒有完全聽我的話 我叫國民黨不要去幫柯文哲造勢 國民黨還是什麼火車來了啦 火車走了啦 要講了一大堆 我覺得是廢話 但是今天我為什麼要替柯文哲講話呢 第一我覺得這些柯文哲的徒子徒孫啊 他們都覺得他們被騙 因為柯文哲的決定 其實知道的人很少 我一再在本節目提醒 我說來到本節目 代表民眾黨的人 沒有一個人了解 柯文哲在想什麼 那偉翰啊 那個阿亮都講 我們翻車了 我們翻車是因為柯文哲騙我們 我覺得柯文哲沒有騙你們 是你們自己糊塗 柯文哲是把你們蒙在鼓裡 因為他不這樣做的話 柯文哲有今天嗎 你下午三點開會 五點 洪偉翰就在開直播了 對不對 哪有今天 不會的 所以他是把大家蒙在鼓裡 他這是他的手段策略之一 還有第二點 大家都覺得柯文哲很委屈 柯文哲自己講 那一天的朝野協商 他被朱立倫偷襲了 你覺得柯文哲的 突襲 突襲 你覺得柯文哲腦筋一百五十六的 五十七的 有這麼傻 他不會馬上算一算算一算 他是心甘情願 就是說我在配對比配對的時候 如果在誤殺荒野內 我那一分送給侯可沛 他是算過的 所以他是獨孤求敗 你知道嗎 他是獨孤求敗 但是今天總結來講 我覺得柯文哲他沒有輸你 當然 因為宋楚瑜奮鬥了一輩子 什麼都沒有 他奮鬥了八年 又是副總統 又是三個到四個部長 四五個可能 五六個都有可能 所以我都在那個偉翰的節目裡頭 我像柯媽媽說話 你如果對副總統不介意 那個有給我做 我非常樂意去做 所以我對柯文哲的結論 我這裡對每一個都有結論 因為不浪費時間 上面就不講了 柯文哲是一人之武林 獨孤求勝 是讓游贏 他是贏了 他是贏 但是你看 他明明在會議的時候 是自己知道 我答應了以後是輸的 他是心甘情願的要輸 所以你看他們四個人 出來的時候 三個在笑 馬英九 何友宜跟朱立倫 一路笑到底 不管你取哪一張照片 都在笑 柯文哲是一路到底 沒有一張笑容 臉是臭的 他是故意的 他是願意的 但是因為現在壓力大 所以他不得不哭 哭給大家 喊話 趕快去準備接電話 一定要講柯 講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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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喉 我覺得情緒這麼激動 而且出而反而演戲演得這麼精采的人 能夠當 能夠當國家領袖嗎 我還是同意要猴柯配 但是不然贏過頭 贏過頭 贏過頭 基本上這樣 我同意 就是說柯文哲心裡最有數了 因為柯文哲他醫生又學科學 每天講學科學 他最後他的理性是超過感性的 一定是這樣子 所以柯文哲我覺得他的心理就是好吧 如果說你們贏了 就你們當政的 但是我不一定 我也有可能會贏 因為還要再統計一下 但是大概知道 我已經願意誤差範圍之內 他自己後來不是講很多點嗎 說第一個 最近的民調越來越接近了 而且拉不開那個差距 不是他自己講的 我拉不開 我剛才講 我說你如果贏侯友宜10% 沒話講嘛 你現在幾乎都差不多 對不對 那你就不能不考慮政黨的實力 記不記得我在節目講文化這話 另外柯文哲非常重要的話 這是我一再跟他講的 其實我不用跟他講 他比我還清楚 他說沒有行政權就沒有了 他說行政權非常重要 柯文哲做了八年台北市長 他不知道行政權重要嗎 市長清楚的喊嘛 議員再怎麼鬧 那只是應付你們一下 你要填頭 我給你先填頭 啊啦啦啦給你一個面子 行政權抓在手上才最重要嘛 如果這個台北市長做了八年 他都知道行政權這麼重要 中央不知道那個行政權多重要 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清楚得很 你沒有行政權你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不在這邊講嗎 我說你的五席不分區 跟你變八席跟你變十席 又怎樣呢 我自己沒有經驗嗎 我在普選新黨他們立委的時候 我是21席立委 46席國代耶 對不對 那個時候也很強聲實在 你反而有風 走路有風 那又怎樣 又怎樣 清民黨後來的立委 其實比新黨還高 那宋楚瑜又怎樣 而今安在這為什麼 你沒有行政權 行政權獨大 柯文哲怎麼會不懂這個道理 我覺得真正關鍵就在這個地方 你只是 如果你沒有行政權了 你什麼都沒有了 那再加上兩岸啊 整個國內的形勢啊 民進黨比國民黨更可惡的 那是加起來的 真正的選舉就是行政權在水裡 水手裡那才最重要的